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许志勇 7月16号被北京警方 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 刑事拘留 目前他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 那么据许志勇的朋友在微博上透露 许志勇被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分局传唤带走的时候 他家里的三台电脑 手机等部分物品也被查抄拿走 许志勇被捕事件 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很多人担心这是中共当局新一轮的打压维权活动人士的标志 中共首要目标是对准那些敢于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公共知识分子 还有民间人士 中国维权律师腾彪对法新社表示 其他人可能也会遭到逮捕 中共新一届的领导人上任之后 曾在部分中国大陆的人士中激起了正改的希望 在当时的气氛鼓励下 一些人挺身而出 公开要求官员能够公布财产 以期带动反腐唱联的清风 但是截止到目前 中国已经有16人因为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而被逮捕了 7月16号上海眨北法院外 有七八十位上海民众 他们首举标语 高喊口号 声援被秘密开庭审礼的上海维权人士 王寇马和魏勤 群众要求当局能够立即释放他们 现场声援的民众表示 这个王寇马和魏勤根本没有罪 中共当局是来乱抓人 据了解上海当局对王寇马的指控是 去年1月5号 王寇马和魏勤等数十人在家中设灵堂 烧纸钱祭拜母亲 喊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那么对魏勤的指控是 去年7月1号 魏勤和数十人参加陈晓明的祭奠 魏勤带头喊打倒共产党 当时的视频还有照片被传到了网上 但是上海市公安局 渣北分局却以涉嫌拒重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 将他们刑事拘留 目前是以寻衅滋事的罪名 开庭审理 新疆地区在6月份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之后 局势是持续的紧张 本周中共当局又在乌鲁木齐各居民社区内 张贴公告声称 日前一些地方相继出现了 有人假借媒体记者的身份 要求电话采访八处事件 还有善善事件的经过 以及受访者对这些事件的立场 还有看法等 当局是要求居民拒绝接受这些采访 并举报记者 那么国际记者组织表示 新疆发生了连串的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之后 中共当局在力图严密封锁相关信息 好 观众朋友 下面一起关注这期的时事禁闻